记者01章嘉义报道 嘉义县水上乡国幸村今天下午发生一起离奇车祸 一辆大货车卸货后行经相间道路 却不顺卡到电线 电线拉扯后尽导致电线杆拦腰断裂 直接砸中下方停放的白色轿车导致后半步毁损 幸好车内没人 此车祸并未有人受伤 附近村民说以后车子不能停在电线杆旁 国幸村长林信安说 当时大货车在运兰花警场 禁聚时并未卡到电线 但先货后离开时竟会卡到电线 拉扯导致电线杆被拉断 砸毁下方轿车 年轻的轿车车主正在农园协助农物 没想到车停在电线杆旁竟意外被砸毁 左侧后半步凹陷后挡风玻璃整块破裂 水上分局警方货报后 到现场处理 由于处理警员交友商租着拐杖前来处理事故 让得知消息的现役员张婉珍说 辛苦的远警角受伤 一样拐杖出勤处理交通事故 真的辛苦了 林静安说附近的电线缆线等有时太低 已是最近第二起大货车卡到电线将电线杆扯断 张婉仍则说 临近各种线路应该检查并调整高度避免事故再度发生 别胡说 汉补